如果你减肥减痛都没办法消的话呢 那你就要考虑是不是是肌肉啦或者是其他成分 还是说你的方法不对啦 你可能减不到你的脂肪 对 因为你对女孩子减肥是为了让脸小一点看起来比较瘦 结果每一次先小的都是胸部 对对对 都不是脸 对 我们之前有提过 我们减肥的时候 在蛋白质不够的时候是肌肉会流失啦 肌肉流失呢 你女孩子的罩杯会立刻明显的变小 对啊 好伤感哦 对 因为我们的女孩子的胸部的下面就是胸大肌啊 胸大肌就是很厚的一层肌肉 如果你蛋白质不够的时候呢 胸大肌会萎缩 胸大肌会流失肌肉 那所以你的最明显就是罩杯变小了 这个是很现实的 所以你减肥的蛋白质不够的时候呢 胸部会小到罩杯 那但是如果减肥方法对的话呢 罩杯是不会小的 但是胸围是会小 胸围小什么关系 胸围是因为脂肪 皮下脂肪 对啊 还好还好 对 那个还好 那是皮下脂肪 因为胸围皮下脂肪很厚的时候呢 胸围就会比较大 这时候瘦了一点 皮下脂肪变薄呢 胸围会小一点 但是它比较不会影响到罩杯 这是你方法对的话了 对 OK 所以说就是提供给林小琪说参考 如果说这个饭后运动的问题的话 反正就是饭后不可能运动 你可以活动一下 或是轻微的劳动一下 但是运动是不可能 那瘦脸的话 就是要你先去感受一下你的脸 到底是因为肌肉呢 还是比较这个是油的部分呢 还是水的部分 你自己要去感受一下 然后再用对的方法 OK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call in 我们的call in 转线是02-8369-3398 8369-3398 为大家访问到的是 杨氏诊所的杨明泉杨医师 news 98 为大家访问到的是 杨氏诊所的杨明泉杨医师 我们今天跟大家谈的主题是 尾牙要怎么样吃 才可以小心不要发胖 那如果真的胖了的话 怎么办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减重 刚刚杨医师有提供给大家 包括饮食的部分啊 运动的部分啊 还有刚才我们前一段有讲到的 比较特别的 像是三昏暖的方法 对对对 让这个忍还有热 把它交替下来这样子 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通常是一种 我常常讲是一种 因为我们讲运动 运动也是一种自力神经的训练 那冷热交替 对身体来讲 也是一种自力神经的训练 但是你要评估 你身体的体能状况 比如说你去冷的时候 不要冷到发抖 冷去热的时候呢 也不要烫伤了自己 不要热太久 还会先决条件说 你的心血管疾病 你是没有的 没有这方面的毛病的人 正常的年轻人 是最适合的 然后做冷热交替 这样去跑去训练 你会发现 你做完这样的动作之后 这样三五个循环之后呢 你就感觉好像跟你 刚运动完那种感觉很像 哇还要三五个循环哦 对三五个循环 那很简单啊 不是就冷一下热一下 不是 这个只有一趟而已 对至少三五个 三五趟吧 冷热 冷热 冷不是说你马上下去就起来啊 冷热泡一下 泡到什么程度呢 不要泡到发抖就好了 泡到你觉得好像有点冷了 受不了了 然后起来 又会换热的 那大约大概一 冷热每个人不同 那感受可能大概大约是从一分钟到五分钟不等 有的人会不怕冷 那冷的就泡久一点 有的人不怕热热的就泡久一点 但是相对每个人体质不同 所以还是有一点点时间 对 那一个循环大概就是一到五分钟了 然后就三五分钟这样 哦 所以听众朋友 对 对 对要流行 不要以为用涮涮锅的方式 肉给它下去涮一下 半熟不熟马上就起来 这样不行 对 这样就没有效 OK好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call in 83693398 接下来为大家接的是常小姐 常小姐您好 喂你好 请教你 没有瘦的时候 有身体还没有瘦 脸就开始瘦了 怎么办 就是刚刚讲到饭后散步 在室内跟室外 是不是同样的效果 OK OK 一个是身体还没有瘦 对反而瘦 脸就先瘦了 有人不要这样 因为这样看起来没服气 脸凹下去 气色很好 对对对 脸凹下去了 然后感觉到好像脸瘦得很快 那通常这种情形 当然其实我们讲的是 你是不是蛋白质流失的机会比较大 也是有可能 因为我们讲的是肌肉的流失 除了我们的胸部以外 胸大肌以外 是脸有很多表情机 肌肉瘦下去 好像人老了 好像老年人 你有没有看过很多 年纪大的时候 骨头就冒出来了 所以它肌肉流失掉以后 肌肉流失掉以后 你的皮肤就会松垮垮的 然后脸就凹下去 这种情形是不是说 你也是一样 你减肥方法的 营养都不均衡 有可能造成其中一个是这个原因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可能同时在减肥的时候 压力太大了 压力压力太大 就是有焦虑的情形 这是因为减肥的时候 你面临的压力很大 比如说有的艺人 或者什么 可能一个礼拜后 我要上台表演了 然后这个礼拜就很激烈的减肥 这样 这种情形的脸是通常是 瘦比较快的 脸通常是瘦比较快 就是你伴随着压力 跟焦虑的时候 脸是通常会瘦比较快的 所以它是有两种状况 一个是你减肥的营养的不对 蛋白质的少 就会流失掉 脸就会瘦得很快 女孩子的胸部会掉得很快 对 那这是这一个 那另外一个就是 伴随着你压力太大 太激烈了 一般我们减肥的速度要适中 好像是说要让身体感觉 好像是不知不觉的瘦 就是要瘦得很舒服 对 就是不知不觉的瘦得很舒服 不要说因为瘦下来 可是我付出了很大的心力 然后压力很大 那一体移力就用到极大极端的话 那这对身体来讲 是很大的一种stress 很大的一种压力 通常是脸会先瘦的 所以你看很多人 他比较神经质 比较焦虑 比较失眠的人 通常脸不会是圆圆的 脸通常都是很瘦 两颊一定是凹下去的 对一定是凹下去的 所以你看这种性格的特质 你就知道 这个人的比较偏向于焦虑的 比较神经质 个性很急的 或者是什么 比较会失眠的 这种通常是脸 是会很瘦得很快的 那刚刚像常小姐提到的 散步是一件好事 我也要散步 可是有的时候不方便去室外 就是室内室外的散步啊 有没有分什么差 也可以啊 室内也可以 只是说你室内跟室外差别 是在说 当然室外如果说 能够空旷的 然后车子比较少的地方 有树木又多的地方 那是更好 比如说氧气的充分的供应 很舒服 甚至到森林里面 森林里面有分多金 那更好 但是你没办法 每个人不可能找到 这样的地方 对啊 有的时候我出门 出门外面空气更差 对对对 尤其是在都市里面 外面空气反而差 所以还是在室内 或者到家附近的校园 校园都会有操场的 就上个不一样也好 不然就是在 在你的社区的周围 这样走一下 走一圈 就沿着人行道 这样走也可以 除非你家里够大 那你可能有好几百坪 那你就可以 绕着圈子走 对不对 通常就是三四十坪 那你没办法说 有那么大的空间 让你散步 就在家的附近 绕着这个社区 比如绕一个block 绕这条街 然后绕那条街 然后人行道 这样绕散步 这样也很好 OK 但基本上室内室外 是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室外比较舒服 对对 室外如果是空气好的话 是最好了 这是第一选择 要不然就是室内 要不然就是在人行道 或者在室内 就是包括操场这些 比较空旷的地方 最后是到人行道 因为人行道附近 有车水马龙很多 空气可能也比较差一点 OK 这个提供给听众朋友 出的参考 大家评估一下 我自己四周的环境 有没有适合的 找一个舒服的地方 让自己一边散步 消耗一下热量 一边减压 让自己的身体 心理通通都一起减掉 对对对 关键就是要参考 参考立刻 不要吃饱了 坐下来躺下来 那就糟糕了 对等嚣张了之后 再起来走 那就没笑了 对 比如说你吃饱了 先睡个午觉 再起来走 那笑我就差很多了 对对对 千万不要给自己 一些借口或机会 让自己胖起来 OK 今天差不多 还是一点点时间 最后有没有要请杨医师 跟大家做一些 最后的提醒的 OK 那就是尾牙道了 我们讲说 一些比较消极的 就是你能够避免就避免 不能避免呢 就是刚刚讲的 就是饮食方面 餐前喝个水 然后吃颗鱼油 餐后呢 喝一点酸的喝茶 这些都会有帮助 消脏跟消腻 再对这个发 这一餐会不会发胖 避免发胖 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然后再来就是 你餐前做一些蹲站 餐后呢散步 这也是一种 避免这一餐会发胖的方法 如果这些都做了 还是会发胖的话 建议你去 抽空去做一个 有氧的运动 就是有点激烈 也不会太激烈 它的程度就是 可以讲话 但是不能唱歌 这样有氧运动 让自己流流汗 然后心跳加速 这样子 这样子也是一种 不错的方式 OK 希望各位听众朋友